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好 服务员手里拿着菜单 请小白做什么 点菜 非常好 艾米 请小白点菜 点什么菜呢 小白问 你们饭馆有什么 拿手菜 服务员说 我们这儿的很多菜都做得很好吃 比如说 清真鱼 清真鱼 小白问 清真鱼 什么味道 服务员说 清真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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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的生词学得非常的好 现在我们来看今天要学的第一个表达方式 怎么说 总的来说 总的来说是用来表达对事物的总体印象和评价 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 这是什么地方 宿舍很好 这是学校的宿舍 我们一起来看 总的来说住在学校宿舍很安全 同意吗 很安全 安全什么意思 非常好 再来看这又是哪 公寓 公寓很好 这是校外的公寓 大家觉得总的来说住在校外怎么样 想一下 住在校外怎么样 艾米 总的来说住在校外的公寓很便宜 很便宜 因为学校的宿舍一般比较贵 是吧 黄老师很喜欢爱和华城 黄老师觉得总的来说爱和华城是个不错的地方 虽然有点小 这个地方大家注意一下 在说了对爱和华城的总体评价以后 我用虽然引出了和前面的总体评价不一致的一个例外的方面 但是这个地方两个分句他们的总的话题都是爱和华城 有点小说的是爱和华城 是个不错的地方说的也是爱和华城 有问题吗 好没问题 我们接着看下一句 稍微难一点 看一看 瑞奇 试一试 总的来说爱和华城是个不错的地方 虽然中国餐馆太少了 非常好 说得非常好 大家再来看 这是中国菜 大家觉得中国菜好吃吗 很好吃 很好吃 好 现在我们来看 宋都来说中国菜很好吃 虽然有的菜怎么样 好 来下试一试 宋都来说中国菜很好吃 虽然有的菜 太烫了 太烫了 大家知道烫什么意思吗 非常好 好 那现在你来说一说 OK 总的来说中国菜很好吃 虽然有的菜有一点苦 哦 虽然有的菜有一点苦 非常的好 苦 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吗 也是一种味道 苦 bitter 好 现在我们再来看这句话 刚才 尼斯说 有的菜卡路里 有点高 我们可以这样说 来 总的来说 中国菜对健康有好处 虽然有的菜卡路里 有点高 是吧 好 不错 现在我们来做 第一个小活动 大家说一说 你们熟悉的 爱荷华的饭馆 首先说一说 对这家饭馆的总的印象 然后说一个 和总体印象 不相一致的 例外的方面 好 给大家大概 三分钟的时间 准备一下 然后做这样的 一个小对话 说一说 你熟悉的一家 爱荷华的饭馆 好吧 准备好了吗 好 我们先从这边开始 来 你们这一组 你去过哪家饭馆 我去过China Star 虽然环境不漂亮 虽然环境不漂亮 非常好 来 你去过哪家饭馆 我去过 Witch Witch 送的来说 Witch Witch的房 太好了 虽然 借钱一地二回 好 虽然价钱有一点贵 一点贵 好 非常好 最后一组同学 I have a really good question I was going to say something like But Services 服务 To bring out the food is kind of slow 上菜太慢了 OK I just double check 你去过哪家饭馆馆 我去过Chipotle 总的来说 服务不错 虽然 香菜有一点乱 非常好 来 问你的两个同伴 你呢 OK 我去过China Store 总的来说 那家的父母很好 虽然 环境不漂亮 嗯 很好 来 我们一起 你去过哪家饭馆馆 我去过Witch Witch 总的来说 Witch Witch 的菜很便宜 虽然 Witch Witch 的菜很 而不好吃 好 大家说的都很不错 来 我们来看今天要学的 第二个表达方式 怎么读 Yow 好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结构里 加上两个动词 表达同时发生的动作 或者情景 我们来看 这些明星们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在 他们还在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说 来 明星们 Yow Chang Yow Chang 非常好 这些人 他们在哪 在哪 在 饭馆 他们在做什么 吃饭 他们还在 喝 喝 酒 好 那我们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说 饭馆里 人们 又 吃 又喝 非常好 大家注意 在我们用Yow 又加动词的时候 大部分情况下呢 我们只用 一个字的动词 为了使这个结构 非常的简洁 只用一个字的动词 而且 这两个动词的顺序呢 是固定的 一般我们不会说 明星们 又跳 又唱 或者 饭馆里 人们 又喝 又吃 一般我们不会这样说 一般都是 又吃 又喝 有问题吗 没问题 好 现在我们来看 Yow 后面还可以 加上两个 形容词 这是 中国菜 好 大家觉得 中国菜 好吃吗 好吃 中国菜 便宜吗 便宜 好 所以我们可以说 中国菜 又好吃 又便宜 非常好 但是这个地方 大家要注意 当我们加上 两个形容词的时候 这两个形容词 必须同时为 褒语词 或者 贬义词 好吃 是不是好事 好不好 便宜 好不好 他们都是 褒语词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用 再来看 这是 哪儿 餐厅 大家觉得 学校餐厅的饭菜 好不好吃 不好吃 不好吃 我们还可以怎么说 学校餐厅的饭菜 很 难吃 不好吃 难吃 学校餐厅的饭菜 贵不贵 太贵了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说 那些 学校餐厅的饭菜 有 难吃 有 贵 好 难吃 和贵 都是 贬义词 所以我们可以 放在后面 好 没有问题了 我们再来看 这是什么菜呢 麻婆豆腐 爱米知道 爱米最喜欢吃麻婆豆腐了 这是黄老师家乡的 一道非常有名的菜 叫麻婆豆腐 我们来看一下 麻婆豆腐什么味道 说一说 说一说 白龙 麻婆豆腐有香有辣 非常好 还可以怎么说 瑞奇 麻婆豆腐有香又好吃 又香又好吃 非常 我们再往下看 要做的第二个小练习 大家现在要到这家饭馆 滑馨 去吃饭了 说一说 这家饭馆的菜的味道怎么样 我们可以用这些形容词 来说这些菜的味道 赶快说一说 这次还是你吗 我们来听一听 大家怎么样形容 这些菜的味道 当然可能不是所有的同学 都吃过这些菜 但是我们可以看着图片猜一猜 还有这些菜的名字 暗示了你们这个菜的味道 比如说糖醋鱼 糖是甜的 醋是酸的 好 谁先来 来 你觉得小白菜味道怎么样 小白菜又难又新鲜 既然牛肉味道怎么样 既然牛肉又好吃又香 非常好 我们再来读一读 这是 芥兰牛肉 好 非常好 芥兰牛肉 来 最后一组 小白菜味道怎么样 小白菜又新鲜 又好吃 糖醋鱼 糖醋鱼的味道又甜又酸 说得非常的好 好 大家做得不错 现在我们来看最后一个要学的教答方式 怎么读 特意识 好 看一看 来 这个饭馆的汤做得很好 特别是豆腐 的味道好 非常好 再来 来 这个饭馆的鱼 特别是 请经症 的鱼 非常好,大家喜欢吃中国菜吗? 喜欢吃,好,说一说,你特别喜欢吃的中国菜 你特别喜欢吃的中国菜,想一想 你已经开始说了 我喜欢吃中国菜,特别是红烧排骨 红烧排骨,大家吃过吗? 红烧排骨,排骨,解释一下 红烧排骨,非常的好吃,我也喜欢 我喜欢吃中国菜,特别是北京烤鸭 北京烤鸭,大家吃过吗? 非常有名的菜,非常好,还有谁,说一说 我喜欢吃中国菜,特别是干扁四鸡豆 哦,干扁四鸡豆你都吃过,太好了 干扁四鸡豆是黄老师最喜欢吃的一样菜 非常好 好,现在我们来做第三个小活动 大家到了这家饭馆,刚才瑞奇说了 你最喜欢这家饭馆,是吧? 滑馨 好,到这家饭馆,现在要说一说 这家饭馆最拿手的菜是什么 给大家几分钟的时间 现在我把滑馨的菜单发给大家 好,大家准备好了吗? 好,大家准备好了 说一说这家饭馆的拿手菜 谁先来 你们饭馆什么菜最拿手 好,慢煞,想一想怎么说 我们可以先说 总的来说这家饭馆的牛肉做得很好 然后再说 特别是咖喱牛肉 是吧? 好,再来一遍 慢煞和白虾 再来一遍 好,再来一遍 你们饭馆什么菜最拿手 总的来说这家饭馆的牛肉 很好 这边是咖喱牛肉 有饭馆有香 好,我要一个咖喱牛肉 非常棒 好,再来 好,再来 白龙 好 你们饭馆什么爱好人拿手 哦, sorry 你们什么菜最拿手 总的来说这家饭馆的鸡肉很好吃 特别是回锅肉 有辣 有很好吃 好,总的来说这家饭馆的什么很好吃 鸡肉 鸡肉 但是回锅肉注意 回锅肉不是鸡肉 回锅肉是用猪肉做的 所以你可以说总的来说这家饭馆的菜很好吃 然后再举一个例子 好不好 好 没问题了 现在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最难的活动 找饭馆 你的中国朋友要到爱荷华城来 大家要根据你的中国朋友的要求 为他们推荐一家最适合他们的饭馆 好不好 这是爱荷华城的三家饭馆的总体情况 时间差不多了 好,大家准备好了吗 好了 好 每一组同学先上来给你们的中国朋友介绍一家饭馆 三个人的小组 李磊 李磊 好,李磊 我们会加小李磊去川味猪 因为他最喜欢吃辣的菜 他还喜欢 他特别喜欢喝地点 这家饭馆很贵 可是有好吃的菜 好吃的菜 谢谢 好吃的菜 特别是马炮豆腐 有辣有辣 非常好 来 谢谢 好 准备好了吗 快去洗阿板 好 非常紧张 好 好 你们的中国朋友是谁 张鱼 张鱼 看看 张鱼 我们会接受张鱼 张鱼 张鱼 鱼 鱼 去花心 因为他不喜欢赚的菜 他想找一家便宜的方法 他想找一家便宜的方法 谢谢 我们来看一看 张鱼 是不喜欢吃 酸 这是酸还是什么 辣 张鱼 不喜欢吃辣的菜 他觉得清淡的菜 很好吃 是吧 好 做得不错 谢谢 大家都做得非常的好 最后一个任务 现在 我们最后来复习一下 今天学的三个表达方式 怎么说 从的来说 又有特别是 好 来 从的来说 这家方法很不错 做的菜又好吃又便宜 特别是 很多东西 味道很地道 好 谢谢大家 今天大家表现得非常的好 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该下课了 同学们再见 再见 谢谢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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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